大約100個市民向應網上號召去金鐘佔領區 要求拆除演講的大台和解散佔中狗冊隊 大約100個網民去金鐘佔領區抗議 學聯同學民思潮派出代表與他們對話 有網民不滿星期三凌晨衝擊立法會期間 佔中狗冊阻止其他佔領人士聲援 又不讓他們去大台呼籲 他們要求所有佔領人士都可以上台講話 以及要解散佔中狗冊 學聯同學民思潮回應說 他們要為佔領運動負責 因此有責任確認信息的真實性 成立狗冊隊可以更好地支援各個佔領區 以及防止反佔領人士來搗亂 但同意如果有市民不滿可以再檢討做法